你有抱著說那個小孩好像疑似有的腺病毒症 好腺病 那像小孩狀況還好嗎 對啊 這個現在已經感覺已經好起來了 沒有什麼 已經沒有什麼症狀 但是連續發高燒當然這個父母親會很緊張 然後因為發燒也不能去學校 所以就是我們兩個人就會也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但是現在已經好一點 我覺得歌手生病感冒真的會跟一般人的 就歌手對於感冒這件事的這個抗拒的感覺 跟一般人之後我覺得有蠻大的落差 可能一般人覺得說就感冒一下 但是歌手如果要唱演唱會的時候 如果你確診或是你感冒 然後要撐三個小時的時候你就會 我覺得正常人應該都會怕 所以我自己也是會蠻擔心的 所以在家裡如果小孩身邊的話就會 帶著口罩啊什麼的 我們家就會盡量 他們也雖然很小 但是也是好像開始可以體會爸爸 因為工作所以盡量不要被趕 那當然同事大家都是很保護 愛太太嘛 那你當然也是希望你給他的 剛好是他想要的對不對 比如說他可能就是 像我們家最近就是有在挖掘新的樂趣的東西 就是露營 所以可能他可能就會更想要露營 勝過去吃大餐 真的如果每天 其實跟老婆要做什麼 都可以 就是我覺得夫妻就是開心 如果就是每天都可以這樣 哇感情啊 然後這個每天很開心的 度過一天又一天 好棒啊 我上場前我會跟我老婆說我愛你 然後我 說飛機也會講 上場前也會講 好像就是我覺得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很喜歡這樣 但是他好像也不討厭 所以我就是就一直這樣 很多年了 因為我覺得兩個也算多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主要還是 畢竟 當然小孩就是很珍貴 像女子母一樣 但是這個 也要 可能也會評估一下 這個 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好的帶孩子 教他們 然後花時間相處 真的是會站去 要付出蠻多的 就很無法帶門 那我覺得兩北京算也蠻多的吧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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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